自由自在的感覺 靚靚彩虹主宿 大洋路之旅 其中一個特別喜歡的小鎮 是啊,是樂欣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公園 是一家船 澳洲小朋友小時候就學滑浪 當然少得帶你去樂欣尋找美食 看看Burger的芝士流到周圍都是 也是啦 大大口咬下去超多汁 哈哈,還有我帶你玩點刺激的東西 我們穿齊裝備就準備出發啦 滑溯長達525米 帶你穿越森林 泰山也是今天賺錢的 各位乘客請注意,我們準備出發啦 Hello,大家好,我是童記 大洋路之旅遊,繼續出發啦 現在第一站 我是要去入遊先的 那在澳洲入遊有什麼注意呢 就是,入遊是自己入的 沒有人幫你的 記得看準自己入什麼遊 餵飽了我的車之後呢 我們就出發啦 那第一站呢,我先會帶大家去 這個大洋路紀念拱門 那我們先經過艾利斯灣 不用開很久 大約10分鐘左右我們就到了 每個人都說人生必度大洋路 其實大洋路是在一戰之後 有三千多個隊伍軍人回來建造移程的 咦咦,我們到了啦 就是這裡啦 而這個紀念拱門就是紀念這三千多個軍人的啦 這個必經之路一定要停下來打一打卡 你到這裡一定要拍這個牌 你到這裡一定要拍這個牌 這樣才可以離開 等我留下幾張線影先 等我多說一些歷史給你知道啦 其實大洋路是在1919年開始興建 去到1932年才完成的 巡場大約243公里 很厲害 我們現在在這裡 我們會走完整條大洋路的線 從這裡去到湾部 再厚一點 懂得玩 一定玩完整條海岸線 Let's go 從這個港門 我們就繼續出發啦 先帶你欣賞一下大洋路沿途風景 先帶你欣賞一下大洋路沿途風景 我們就已經到洋路了 我們已經到了洋路了 那位置像不像有鯊魚的景色 在這裡 走了不太久 這裡用肉眼看下去 真的超級無敵的 那位置像不像有鯊魚的景色 這裡用肉眼看下去 這裡的浪花看下去超級舒服 其實在澳洲就是要找這些地方去 去感受一下大自然 之後在這裡吹一下海風 放鬆一下 我們就走了 提提大家去海邊也有點涼快 記得多帶一件衣服 來到樂欣可以放鬆一下 還有一些小酒店可以住一下 前面這邊有個彩虹小屋 它主要比較近沙灘 屬於市中心 下樓就很快賣到食物 是時候找到伊夏圖 現在我選了一間 是屬於美國六十年代風格的餐廳 而這間餐廳 是時候找到伊夏圖 是室外形式的 露天的床位 很快我們就到了 這間在網上非常高評分的一間餐廳 走到門口就已經聞到 震震的香味 令我流了口水 非常欣賞它的擺設 很有懷舊的氣息 這裡還提供了不同的辣醬 喜歡挑戰應辣的朋友 這裡適合你 很喜歡這裡的擺設 很有懷舊的氣息 第一樣來到 就是冰箱 超繃繃的冰箱 是很好喝的 我們在這裡點了 Chicken Whips 和起司漢堡 這個芝士漢堡 一來到的時候 是超級香的 是濃濃的芝士味 這個Chicken Whips 也很值得叫 外脆內軟 超多汁 哈哈 我們最後忍不住 叫洋蔥圈 嗯 好吃 芝士 很好吃 芝士 很好吃 你看著 你吃東西 吃飽之後 我們就走到海灘那邊走一下 走一下 哇 這裡好像舊小鎮 有些氣氛 感覺 原來真的 很遠 很大隻貴虎狗 超大隻 好可愛啊 哇 哇 看到很多小朋友在這裡學滑浪啊 看到他們在這裡玩 我也很想玩 這裡還可以租借直立板 和獨木舟玩 各位準備好了嗎 我要帶你們玩些刺激的東西 上天下海 我們當然要早些 那我們就來上天先吧 來到樂欣一定會來這個公園 因為就是超好玩 超刺激 可以玩去樹林漫步 Cheersurfing 還可以玩最刺激的滑索 之後我們就開始穿裝備啦 裝備非常之簡單 就是有個背帶承著我們的身體 戴好安全扣 之後它轉頭就會勾上去那個Wire 就這樣滑下去 就這樣滑下去 然後戴上頭盔仔 就是這樣 左一個扣 右一個扣 準備就水 之後就繞上腳 好 準備看著我怎麼飛啦 拜拜 其實這個Sleep Coster 總長度是525米 是超級長的 那看的風景呢 可以周圍看到很多樹包處理 是在一些樹林裡穿插是很有趣的 有一點做了泰山的感覺 我的感覺是超好玩 還有超刺激 不怕 好玩 超級長的 超級長的 小朋友在這裡玩彈彈床 還有超級長的波波 一起在這裡推來推去 旁邊其實是波波池 波波彈到到處都是 旁邊這邊有不同難度的挑戰可以去玩 他們都有分不同級別可以玩的 有高一點 低一點都有 喜歡挑戰刺激的朋友 這裡適合你 這裡適合你 其實那個我反而要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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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在這裡看到鸚鵡 這隻是紅色綠色的 這個 我們的挑戰就完成了 我們出發去其他地方 GO YEAH 之後下一站 我就帶你去碼頭看看 洛英的碼頭是出名的 而且是非常多人來釣魚的 看看前面就是我們要去的碼頭 這個碼頭 在1880年代已經開始用的了 又是因為海水的侵蝕 所以這個碼頭是曾經重建過的 而碼頭旁邊右邊 都有顯示 以前的歷史資料 可以提醒舊有碼頭的豐富遺產 不看不知道 原來洛英碼頭以前是做佛木葉的 之後魚葉發展得越來越好 但因為碼頭要重建 所以捕魚葉也慢慢消失了 你看看 那些水多清 然後新製好的碼頭 在2007年還獲了工程卓越獎 碼頭的旁邊就是有一間海鮮店 喜歡吃海鮮的朋友可以過來這裡吃 除了吃很棒的海鮮之外 這裡還可以看著無敵大海景 很棒 轉眼我們就來到Teddy's的遠望台 這裡是非常值得開車過來的 這裡有幾條不錯的步行徑 很輕鬆地就可以到這間景點 這個景點我非常喜歡 拍好車走兩三分鐘就可以看到這個美景 是可以在高處撫陷到整個海岸線 還看到海綠藍綠藍的 海浪一個撲一個 好舒服啊 還可以看到山下的車 好像螞蟻一樣在公路走走 我們玩完樂欣 準備出發去阿邦羅灣 開車大約開了50分鐘左右 我們走到達阿邦羅灣 之後呢其實今天的行程就差不多了 我們準備要入住我們的酒店 今晚我們要入住的就是這裡 這裡有一共八間小屋 這裡的設備非常齊全 重點是什麼 它WiFi收得特別好 這裡還有一個完美特大花園 可以在這裡看樹紅 有一隻是長住的 晚一點這裡還會有袋鼠出沒 我們到了阿邦羅灣 阿邦羅灣出名多美食 你有沒有看錯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帶子批 好出名的Scarlap Pie 那批外面超香脆 裡面淡淡帶子 來到澳洲 怎麼可以不嘗試這裡的海鮮 吃海鮮的地方 一定要在這裡 你有沒有看錯 是龍蝦 嗯 這間我是超超超推介 超好吃 帶你看一落 亞洲菜都不少得 當然會帶你去摸酒杯底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留言和分享 大洋路還有很多東西玩的 下集見 啊 啊 啊 你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